妻子逼我开同学聚会,只是为了与七年不见的前任偷欢,我苦苦求她,我等你到婚礼的最后一秒,只要你来,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 可我等着她时,她却在医院陪伴她的晴朗,你把她害的人不忍鬼不鬼,我杀你都来不及,你还妄想我能和你结婚。 我心如死灰,终于把她扔在当年,可她又为我挡刀,求我再给她一次爱的机会,同学聚会上,我刚发出婚礼邀请,妻子就不见了,我侧头去找,燕成跟在一个男人身后,转过墙角,我皱眉,想起身去找。 却被同学们举杯拦住,恭喜恭喜,副总和燕大千金能走到今天,还真是不容易。 有什么不容易的?穷小子傍上教授的女儿,好厉害的手段,能不能教教我?我也想站在伟人的肩膀上。 说什么呢?副总白手起家,靠的可不是别人。再说,她和燕成,也不是你说的那样。 副总,您别见怪,她喝多了。 我可没喝多。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。 副局则不仅傍上千金,还挖了人家的墙角。 人家在一起好几年了,只不过吵个架,就备她。 浓烈的酒味,熏得我想吐,够了。 我重重地拍了拍桌子,空气瞬间凝滞,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,我强压下心里的烦躁,起身说了声抱歉,想去找燕成。 我以为找人不意,可刚一出门,就碰上了她,她就站在门口,毫不避讳地拉着前任顾影舟的手,你后悔吗? 如果当年我们没分开,现在又会怎样? 燕成说得忘情,完全没看到我的存在,而顾影舟却一眼瞥见了门口的我,她勾起嘴角,一把抱住燕成。 当然后悔啊,如果当年傅曲泽没有插入我们之间,现在结婚的就是我们了吧。 燕成趴在顾影舟肩上,呜呜哭起来,我心里酸涩一片,屋内议论纷纷,屋外我暗恋了数十年的妻子,一把抱住别的男人,问他后不后悔。 啊,我还真是世界上最多余的存在,一股热流在我胸腔不断翻滚,我张了张嘴,你们在干什么? 燕教授从外面赶来,小声训斥着自己的女儿,燕成。 你干什么呢?人家小父对你这么好,几年前还你清白,为你放弃深造学习的机会,现在更是亲手为你策划婚礼,就连你的婚纱都是他不睡觉,一笔一笔勾出来的。 有时候我这个父亲,看了都自愧不如。 我心里一暖,燕教授是燕成的父亲,更是我们的大学导师,他一向对我刻薄,当年,为了慈善家的名气收养我时,天天逼我收拾屋子,扫厕所,甚至时不时拿出我的善请家庭侮辱我,要不是后来创业成功, 他根本不会高看我一眼,更不会把燕成嫁给我,现在居然维护我,我听得眼睛酸涩,几乎落泪,然而很快,燕教授又说,更何况,你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吗?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,这里人来人往,要是被你同学看见,你霸我的老脸,还要不要? 燕教授皱紧眉,推着燕成向屋里走,我赶紧绕进附近的卫生间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我不由叹了口气,呵,明明对不起的人是他们,我却心跳加速,想逃想躲,生怕自己被他们发现,还真是下见,怪不得被人看不起,很快,顾颖周也走进卫生间,他站在我身边,挑衅一般挑起眉, 副总,抢来的东西,是要还的,我按耐住心里的不是,硬着头皮反驳,这句话,说给你才对,回到同学聚会上时,聚会已经接近尾声,燕成把自己灌得醉倒在沙发上,和谁都能娇憨的告别, 唯独我这个丈夫靠近时,挨了他两巴掌,别碰我,你谁呀,我脸上胀痛,却只能当他喝多了,扶着他,耐心地劝,我是傅曲泽,我带你回家,听到我名字的一瞬,他更加暴躁,没有妻子对待丈夫的温柔,反而有着对杀父敌人般的恶意, 我都说了,我不跟你走,顾颖周呢?把他叫过来,同学们本就议论纷纷,听到这,更是表情暧昧,我握紧燕成的胳膊,咬紧牙关,没有顾颖周,燕成忽然抱住我的胳膊,哭起来,怎么会没有顾颖周呢? 顾颖周是我的男朋友,他是不是生气了?我和傅曲泽真的什么也没有,他就是我爸给我找的保镖。 周围笑声溅起,我却像被刺中心窝,七年了,原来我在他的心里,只是个保镖,我一阵恍惚,心痛得几乎想要松手,咽成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,他眼中亮闪闪的,我心里一动, 好像看见当初被人尾随,又抱着我呜呜哭的女孩,紧接着,燕成可怜巴巴地央求道,顾颖周,我不要负取责,你带我回家,好不好? 太荒谬了,燕成居然把他的新婚丈夫当成前男友了。 同学们笑意更盛,有人甚至不顾我的尴尬,直接提议,副总,他喝多了吗?不如就按他说的,请顾颖周陪你们一起回家。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,最终还是我的岳父大人,燕教授出面喊停这场闹剧,小妇啊,就让顾颖周陪你们回家吧。 我看你也是个大气的孩子,小程只是喝多了吗?等明天球醒了,他就知道心里装的是谁了。 可燕成是我偷来的妻子,借来的光,我怕刚一放手,就没有明天了,于是我第一次叛逆,不管燕成的尖叫。 更不管同学的痴笑和岳父的冷眼,一把扯过他,各位,我们就先回家了。 东风凛冽中,燕成渐渐清醒,可他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冷,七年了,我们七年没见过顾颖周了,我现在只不过让他陪我们回家,唠唠家常,你凭什么不让? 我忽然发笑,我的车是为你买的,除了你,没人能坐我的车。 顾颖周是谁? 他凭什么? 燕成双眼通红,里面只有对我的恨意,凭什么? 凭你当年把我迷晕在酒店,凭你让顾颖周误会,害他一走了之。 这样够不够? 他眼神锋利,刀子一样,弯着我的心,当年是一个禁忌,我们心照不宣,谁也不提,现在就这样被他揭开冰山一绝,而一切,仅仅因为我不同意他的前任陪我们回家,何等荒谬? 千言万语涌上嘴边,我的嘴里甚至泛起血腥味,可我还是只能把当年二字死死吞下。 算了,既然当年已经决定做坏人,那这件事就烂在我的肚子里吧。 我不想伤害燕城,至少现在不想,我咬牙沉默,看着燕城泛泪的眼睛,多美的一双眼,这双眼也曾对我包含爱恨称痴,我抬手想抹去他眼底的泪。 可他没给我这个机会,低头去找手机,燕城,你们在哪儿?快点来医院。 顾颖周忽然晕倒了。 接电话的瞬间,燕城脸色苍白,他顾不上和我说半个字,拦车就往医院去,半夜三点,我实在担心他的安全,只好开车跟在他身后,深夜医院,顾颖周躺在病床上, 面色红润,四肢健全,只是死活不肯睁眼,而我从寒夜里来,就连外套也脱下来,套在了燕城身上,窗户里一晃,我脸色惨白,嘴唇青子,倒是比病床上的人更像鬼,就连路过的小护士都要拉住我问一句,你是来挂急诊的吗? 可燕城哭嚎着推开病房门,直接扑倒在顾颖周身边,握住他的手,丝毫看不见我这个丈夫的病态,警周,你怎么了? 你没事吧?你睁开眼看看我,我打了个寒颤,问医生,病人什么情况了? 医生拿着检查报告皱眉,病人忽然晕倒,没有撞击,也没有气质性病变,不排除是精神方面的问题,我冷笑一声,装病吗? 医生,也有这个可能,烟城蹲在地上,哭着派打我的腿,你怎么这么狠心? 如果刚才,我们让顾颖周陪我们一起回家,他就不会出事了,顾颖周这样,都是被你害的。 可笑,我管天管地,也管得了别人装病吗?我眼前发黑,脚下一软,被烟城推得倒退几步,幸亏路过的小护士及时扶住,你没事吧? 我拼命摇头,可他坚持,把我扶到休息区,为我泡了杯糖水,而烟城则脱下,我披在他身上的外套,温柔地盖在顾颖周的被子上,始终没施舍,我半个眼神,好冷啊,我蜷缩起身体,我一个轻壮年男人,不应该这么拒寒的小护士找来被子,放在我手边,我自己用的,干净的,你放心。 我心口一热,连忙道谢,紧接着他从口袋里,掏出我的手机。 你的手机掉在地上了,一直在想,好像有人找你。 是我的同学们打来的慰问电话,凌晨三四点,难得他们关心我,我颤抖着手,接通电话,听见那边焦急地喊,副总啊,你们到医院了吗? 听说顾颖周晕倒了,他没事吧? 哎,刚才让他跟你们一起走就好了。 我张了张嘴,嘴唇干裂,原来这通电话,不是为了关心我啊,也是,七年前就是这样,顾颖周众星捧月,就算完不成作业,也有人尚赶着把自己的作业递给他,甚至燕教授也会高抬贵手。 放过他,而我不管做得有多好,都会被人们嘲笑,被人问,做得这么好,是不是抄来的? 我的眼睛渐渐湿润,第一个发现,我的人是谁呢?是燕城啊,他在大年三十的晚上,拉我去他家包饺子,又要求高高在上的燕教授收留我,资助我。 为什么遇到顾颖周以后,他又看不见我了呢?燕城任由我被人凌辱,任由我生病,也任由我一个人在偏僻的角落发抖,你脸色很不好。 量个体温吧,小护士的声音从我头顶传过来,灯光温热闪耀,我却抬手挡住湿漉漉的眼睛,生怕被他发现我的狼狈,可我没有挂号。 几年前,你在解放路挂过了。 他神秘一笑,我全在角落歇了几个小时,等天亮时,燕城仍然趴在顾颖周病床前,贴心照顾着,他在顾颖周身上拿出了十二万分的细心,甚至贴心到用棉签在顾颖周的嘴唇上点水,生怕他嘴唇干裂,他那么洁癖的一个人, 只因为厌烦猫毛毛,就扔掉了我养了三年的猫,而这次,居然连衣服也不换,直接坐在租来的小板凳上,守着顾颖周,我自嘲一笑,回家吗? 燕城却头也不回,冷冰冰地回答我,要回你回,你怎么这么没良心? 你也不想想,顾颖周是因为谁才摊在床上起不来的? 你怎么说得出回家这种话? 我心中苦涩难忍,你的意思是,只要顾颖周一天不起,你就要在这里照顾他一天吗? 当然,既然你做不到照顾病人,那当然要我来做。 他冷哼一声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你这样,和他的妻子有什么区别? 你别忘了,三天后就是我们的婚礼。 燕城终于回过头,施舍我一笑,顾颖周不行,我又要穿婚纱给谁看? 我钉子一样扎根在原地,你什么意思? 你求我办这场同学聚会,是为了见顾颖周。 你想结婚的对象,也是顾颖周。 我亲口说出的话,却连自己都不敢相信,可燕城仍然残忍的点头,是啊,七年了,我好不容易能见顾颖周。 可你把他害得差点死了。 傅曲泽,你知道我有多想杀了你吗? 我手抖到不能自控,手心掐出血,才能维持着表面的平静,燕城,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 他笑着,把头贴在顾颖周的胸口,似乎在数他的心跳,能不能也听听我的心口呢? 这里好像要破碎了一样,我忍痛说道,我就当你醉酒,还没清醒,三天后的婚礼,我会照办。 如果你不来,我们就离婚吧,燕城没有回应我,我回了家,接上我妈妈,她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所以再苦再难,也要给我最好的,回到家时,妈妈再见喜字,这是他们老家的习俗。 喜字捡得越漂亮,新人的生活越幸福,看我进门,妈妈憨憨地冲我笑,儿子,你回来了?你媳妇呢? 提到燕城,我心里吃饭酸,只好说,妈,她工作忙,您别管。 妈妈放下手里的喜字,有点遗憾,她走到床边,在枕头下摸摸索索,掏出一对金镯子,这是你奶奶给我的,让我也留给你媳妇。 我盯着这对金镯子,眼里的泪憋不住地往外涌,妈妈奉为至宝的东西,燕城却未必在意。 此刻,她或许只在乎她躺在病床上装病的前任,我握住妈妈颤抖的手,妈,我收下了,我替您的儿媳妇谢谢您。 妈妈仍是叹息,如果她今天也来就好了,今天日子好,你们以后一定会圆圆满满。 儿子,虽然我没有丈夫,没给你幸福圆满的生活,但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有。 我的眼泪砸在金镯子上,妈,我会让你幸福,让我们都幸福。 曾经,我无数次把燕城强行拉入我们的行列,可现在看来,她不惜喊,新婚之日,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,我把亲手设计的婚纱,祖辈流传的金镯子,一起放在燕城的卧室,可她的电话仍然打不通,我忧心忡忡地换上婚服,等在婚礼现场,独自守在婚礼现场,迎接宾客,来宾们议论纷纷。 新娘怎么还没到? 我礼貌地笑,我妈拉着我的手,问了好几次,儿子,你媳妇呢? 我摇头。 知情的同学面带惋惜,这场婚礼,被我独自操办得如此盛大,估计是没有机会完成了,我僵硬地勾起嘴角,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中央,被注视,被质疑,被嘲讽,被司仪一遍遍提醒,新郎,是不是该开始了? 我却只能尴尬地推迟,再等等,等到今天的最后一秒。 这场婚礼,被我强行从中午十二点,推到了晚上二十三点,就连燕城的爸爸,燕教授,也摔了筷子,仗红着脸离场,不知道是去找自己的女儿,还是不满他让自己丢了面子,在场宾客几乎散尽。 留下来的,也只是想看看,尴尬的新郎,如何面对这惨淡的收场,我的心渐渐凋零,早知道燕城不会来的,早知道他陪在前任的身边,现在又在期待什么呢? 这一天的最后一秒,婚礼现场的门被推开,燕城红着眼冲进来,全场欢呼,仿佛他迷途知返,我失而复得,而我们又成了全世界最应该得到幸福的新人。 可我看得清楚,燕城没穿婚纱,更没带我妈送的金手镯,燕城冲到我的面前,拉着我的袖子哀求,顾颖舟住院需要钱,我没有了,你能不能给我一点? 全场宾客面面向去,顾颖舟,谁啊,男的女的,新娘,把新郎一个人晾在婚礼现场,好不容易来了, 居然还是为了别人?新郎好惨,我的心一寸一寸凉下去,燕城,你来,只是为了替顾颖舟要住院费,燕城把我的胳膊掐得生疼,似乎满怀期待,你,你愿意给我吗? 我一定还你,我十倍百倍地还你。 我握着她冰凉的手,从我袖子上扒下,对不起,我不愿意。 对待燕城,我一向摆一摆顺,她要独一无二的婚礼,我一步一景,把祖国大好河山都搬到了婚礼现场,她要漂亮的婚纱,我亲手设计,就连她要的同学聚会, 我也忍着不解和心痛,勉强替她找来五湖四海的同学,圆满她的青春告别,这次燕城显然无法理解,我怎么就不肯为她的前任套住院费了? 燕城瞬间暴怒,她仗红着脸,指着我的鼻子质问,你还有什么心情办这场婚礼? 顾颖舟因为你,躺在病床上,连眼睛都睁不开。 医生说,如果今天还不行,就可以考虑转进ICU了。 而你,居然连住院费都不肯分担,你还是不是人,你还有没有良心,我说了,顾颖舟不行,我们就别结婚了。 那还要这场婚礼干什么? 燕城彻底失去体面,把七层的婚礼蛋糕砸得粉碎,甚至也不顾思疑地劝阻,夺过他手里的麦克风。 诸位,你们眼中的小副总,就是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垃圾。 我瞬间成了全场注视的焦点,燕城在撕碎我,撕碎我们的七年,我太蠢了,蠢到七年前,就算被人当众颇油漆,骂小偷,也要合着血泪忍住。 踢烟城瞒下所有秘密,全场哗然,仿佛我瞬间从苦苦等待的吃惊男人,变成抢了别人爱情的男小三,他们对我指指点点,从我的穿着外貌,到我的身世经历,哎呀,你看他那个妈,没文化又克服的,也教不出什么好孩子。 不是好人也就算了,居然还是个三,嘖嘖嘖,一字一句,都把我刻在耻辱柱上,我妈张大嘴巴,手足无措,她不知道为什么,她最引以为傲的儿子。 忽然从天堂到了地狱,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用奇怪的目光盯着他们母子,可我知道,我来说,我在燕城手中,抢过麦克风, 最后看她一眼,可她一脸冷漠,仿佛我下贱的喜欢,只配得到任人凌辱的结局,我诗然一笑,站在麦克风前,拿出两个U盘,一个U盘里,存着我和燕城的恋爱过往,而另一个U盘,则不知是谁寄来的。 当年,顾颖州也是穷小子一个,她不求上进,一心想着爬上富婆的床,当凤凰男,于是她的目标瞬间锁定燕城,燕大千金,燕教授的宝贝女儿。 她尾随,扑儿,将土为情话,不为心动,只是为了把燕城,变成她的笼中雀鸟,可燕城偏偏是个傻的,她满腔少女情怀,只谈诗词歌赋,人生哲学,不想着为顾颖州花钱,他们成了人人赞颂的校园CP, 却不是顾颖州一心想要的那种,所以顾颖州把燕城约到酒店,下了迷情的药,想把它彻底变成自己的钱包,而我,好巧不巧,从一开始发现顾颖州尾随时,就盯上了她,看到他们进酒店,我就心慌,至少在我心里,燕城是个太阳,她普照大地,做不出这种事,我请求店员开门。 就吓了一失情迷的燕城,而顾颖州趁乱逃跑,酒店的床上,燕城惊慌失措地抱紧自己,逼问我,怎么是你? 顾颖州呢?你对她做了什么? 不管我怎么解释,燕城都不信是顾颖州想害她,她在心里,为我定了死刑,顾颖州始终没有出现,但关于燕城的谣言,却愈演愈烈,不知道是谁在校园网站,上传燕城情迷时的照片,总之,她从青春女神,忽然成了装腔作势的三流祸色。 优盘就是这世纪来的,里面充满了酒店里燕城欲望满身的照片,我捏紧优盘。 心中已有答案,我无数次想和燕城解释,但她拒不见我,只知道躲在家里哭,我在网上为她说话,却被所有人当成燕城的舔狗。 有人说,对她这么上心,照片不会就是你拍的吧? 不会吧,不会吧,不会是穷小子抱上白富美的故事吧? 你想追她,她不同意,于是你一气之下,把燕城的照片发在网上,让她声名狼藉,然后你再假惺惺地维护。 好让燕城对你心动,燕城真可怜,被你这么个垃圾缠上,同学不再侮辱燕城,反而开始骂我。 于是,燕教授带着燕城找到了我,小傅啊,我好心资助你,你却对我女儿抱这种心思,你还是不是人,要不要脸? 幽盘就在你手上,你还敢说你没干过,敢做不敢当,你说孤颖周想害你,我看,是你在往她身上泼脏水吧? 事已至此,你还想不认账? 我的女儿都被骂成这样了,你还想跑? 为了大家的脸面,你们就假意说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吧。 而照片,是你不小心泄露的。 爱,真是家门不幸。 燕城始终是哭。 我看着她,不知是喜,还是悲,我喜于得到了暗恋多年的女孩,悲于我明明什么都没做,却被当成最大反派,究其一生也得不到燕城的芳心。 当年,不堪回首,是当年,婚礼现场,我举着麦克风,讲完了当年的所有故事,幽盘的邮寄可以溯源。 当年,当年在网上发帖的地址,同样可以找到踪迹。 当年受人资助,寄人篱下,遭人白眼的傅曲泽,做不到的事,现在的副总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。 哪怕时隔多年,而所有的证据只向同一个人,顾颖周、燕城,没想到吧,你苦苦爱着的人,就是害你的罪魁祸首。 而你一心想弄死的我,却是在背后默默守护着你的那个剩下的半句话,我死死吞在肚子里,听了多年前的事实,燕城脸色惨白地攀坐在地上,嘴里一个劲地嘀咕着。 不可能,但他的质疑,没有任何根据,满座宾客唏嘘,小副总为了心爱的女人,居然可以背负这么多秘密,这么多年,还真是不容易啊。 当年的老同学,更是纷纷道歉,还拟了口头协定,当场表示,要和我合作,而我扶起傻傻坐在一边的妈妈,我不辛苦,辛苦的是我妈妈。 这么多年,他陪着不懂事的儿子一起被骂,还把一切都揽到自己的身上,他怪自己没有给我一个好的出身,好的成长环境,妈妈才是真的委屈,燕城忽然从地上爬起来,疯疯癫癫地跑向门口,不会的,顾颖州不会这么骗我的。 送走宾客后,我陪妈妈回了老屋,不知道燕城是怎么找过来的,可他凌晨站在我家老屋外,蓬头垢面,披着三四天没换过的衣服,就连鞋也跑丢了一只,他伸出臭气熏天的手,似乎想捏住我的。 我暗恨多年,头一次感觉到燕帆,我倒退两步,任他把手滞留在半空,这么晚了,你来干什么?没去医院陪你的顾颖州吗? 燕城尴尬地缩回手,抽抽搭搭的,他不在病房了,护士说,我刚一出门找你,他就偷偷溜走了。 曲泽,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? 燕城对于顾颖州而言,不过是一个被掏光了钱的钱包,还想要怎样的对待呢? 我好笑地立在门口,说,别担心,一定是他梦游了,要不然我帮你报个警。 燕城可怜兮兮地看着我,曲泽,我没地方可去了,我把钱都给了顾颖州,住不了酒店。 弄丢了我们婚房的钥匙,现在还丢了我爸的脸,不敢回家,你能不能让我住在你这? 我笑起来,燕城,你忘了吗?你曾经无比嫌弃我的老屋,说这里是香巴老才配住的地方,现在你怎么能住在这呢? 燕城抓着门框,死活不让我关门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,以前为了顾颖州亏欠你很多,现在我只求一个挽回的机会,这样也不可以吗? 我轻轻拿开他的手,燕城,还记得有一次吵架吗?我只不过工作太忙,把你要的蓝莓蛋糕,送成了草莓蛋糕,你就又哭又闹,不让我进门,任我在大雨里站了一夜。 燕城终于松了手,也低下头,好像在说对不起,关门前,我最后留给他一句话,燕城,还记得我在医院说的吗? 没有好句,但求好散,我们离婚吧。 然后我听见燕城在门外小声抽烟起来,幸好,这场两败俱伤的感情,哭得不是只有我一个,这漫长的一天,疲惫的七年,终于到此有终,第二天,我约燕城回新房,准备离婚,他站在我精心不止,却从没踏进过的卧室外,怯懦地问,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? 我无言,竟只走进自己的房间,人,为什么只有到了失去的时候? 才会想起,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,窗外有个熟悉的人影一闪而过,我皱起眉,顾影舟怎么会在这,来找燕城的,正当我走向窗口时,我的腰被人抱住,一股湿热透着我的衣服,穿过我的机里, 傅曲泽,你送我的婚纱和金镯子,我才看到,对不起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,好不好? 燕城哀求道,婚礼前,我把婚纱和金镯子放进他的卧室,无比期待他能穿上。 如约参加婚礼,可他没有,婚纱和金镯子,我竟然也忘了带走,我的太阳穴隐隐作痛,轻轻摆脱燕城,婚纱你可以留下,但是金镯子不行,那是我妈留给儿媳妇的。 燕城死不放手,我愿意的,我愿意做妈妈的儿媳妇,只要你看看我。 我无声叹息,燕城,之前的七年里,我就是这么纠缠你的吗? 他放在我腰间的手一愣,你什么意思? 我又把视线投向窗外,顾影周的身影,早已消失不见,仿佛刚刚的一切,只是我的错觉。 如果我也无数次让你感到厌烦,那么真的,真的很对不起,燕城缓缓放了手,不敢相信我说的话,你厌倦我了吗? 可我从没有厌烦过你,我只是恃宠而骄,他的声音越来越弱,几乎让我听不清,但随后,他又哽咽着说,我的户口本在我爸那,你陪我去拿吧。 燕教授一如既往地刻薄,听了来意,他把桌子拍得啪啪作响,我好好的女儿交到你手上,你就这么对她的。 我告诉你,我是不可能离婚的,我丢不起这个人。 以前穷得拔不出毛,你为了巴结我,把她宠到天上,现在有钱了,你想翻脸不认人,你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。 我知道燕教授不好相处,始终耐心听着,可提到我妈,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下去,我冷笑一声,掏出手机,手机录音还开着。 燕教授,我知道您最好面子,那您介不介意你这幅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德行,被我们的同学听听看。 燕教授猛然站起,指着我的鼻子,好小子,果然没家教。 你居然录我的音,我拿着手机,没打算按停,还有一件事,您可能不知道。 我故意停顿,为了看燕教授错愕的表情,我笑了笑,我们公司前不久为学校捐了几栋楼,如果我现在通知校长,楼我们不捐了,因为燕教授曾经凌辱我,虐待我,您说,校长会怎么看这事? 学校的同学们,又该怎么看您? 燕教授铁青着脸,说不出话,我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,放在桌上,燕教授,当年您资助我,只花了一万块。 现在我为你补两个零,还你一百万。 愤是补偿,您对我的养育之恩,感谢您教我如何看人。 这是比稳赚不赔的买卖,您说呢? 燕教授垂下手。 终于点了头,你等着,我去给你们拿户口本。 出了门,燕城替他父亲,向我道歉,对不起,我竟然不知道他对你这么差。 我抬头看着太阳,没关系,恩怨两清,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。 可就在我感受到温暖的时候,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从我身后转来,我还没来得及回头,就被燕城死死推开,推开我的瞬间,他仿佛卸了力气,玩偶一样,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, 燕城的双手死死按着腹部,而燕红的血,源源不断地从指缝中涌出,而顾颖周出现在我和燕城之间。 他头发凌乱,双目赤红,手里还握着一把尖刀。 顾颖周不断念着,去死吧。 抢我的人生,抢我的钱,你去死吧。 燕城抱住他的腿,顾颖周,你疯了吗? 顾颖周完全被仇恨掏空,眼里只有对我的恨,完全没有燕城对他的好,他一脚踢开燕城,再次向我扑过来,我挥挥手,招来保安。 而自己也被顾颖周前置住,他的刀离我的动脉不过分毫,我闭上眼睛,只觉得可惜,可惜一生至此,还没有好好感受过太阳,皮肉绽开的瞬间,疼痛却没有在我身上传来。 燕城死命扑过来,又用他瘦弱的身体,为我挨了一刀,他捏住我的手指,喃喃道,我终于为你做了些什么了? 顾颖周被保安按在地上,疯狂地辱骂我,要我还清他的一切,我去监狱看顾颖周时,他仍然想用牙,咬断我的脖子,明明都是一样的贱命,凭什么你干什么都行? 凭什么你被燕城照顾?被燕教授资作? 甚至还被燕城请到家里过除夕,而我只能和过街老鼠一样,用些下三滥的招数,才能得到燕城的芳心。 你知道我和燕城在一起的时候,他都和我说什么吗? 他说,傅曲泽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,说他学术一流,还会贴心地送他回家。 真恶心,当时我就想,你这么贴心,怎么没和他告白,和他在一起啊? 你这么好,燕城不也是乖乖地爬上了我的床吗? 我皱眉,够了。 顾颖周失去理智,被身后的警官摁住,他仍在哀嚎,燕城这个蠢货。 他和我在一起那么久,居然没有一天喜欢过我。 他满眼满心都是你这个木头。 他凭什么?你又凭什么? 我听得手心冰凉,原来,燕城是无知无觉地爱过我的吗? 为什么我们都这么愚笨,知道得这么晚呢? 探视的最后,顾颖周木讷地问,燕城还好吗? 我挂了电话,他不配知道,出了监狱,我接到了小护士的电话,我不在的时候,都是他替我照顾燕城,燕城被刺了两刀,所幸没有姓名之忧,只是留了疤。 上一次见面时,我劝他医美去疤,但他笑着摇头,告诉我,你为我做过很多,我却什么都没为你留下。 有疤也好,是我的勋章。 我无言以对,电话那边,小护士约我去解放路,我如约道的时候,满是疑惑地问他。 你怎么知道这? 小护士在夕阳下,玩耳一笑,副总贵人多忘事。 虽然不喜欢提起你的伤心事,但你和燕小姐谈恋爱那几年,一有什么,就来这个路牌吓哭。 这里我也常来,很难没见过你哭的样子。 原来始终,都有人看见我,听见我的哭声,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? 小护士在夕阳下,一声灰,我伸手指着对面的彩绘墙,这面墙是我送给燕城的,可他一次也没来看过。 小护士顺着我的手看过去,把这面墙涂白,重新画我们的故事吧。